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惊吓一边走着一边感慨着 小五 注意下你的姨态 怎么越发不向大家闺秀了 吴四郎跟在惊吓的后面 忍不住提醒两句 这个小五 怎么比在家时还野了呢 闭嘴 你盯着我瞧干嘛 赶快看看现场的美女 给我带回去一个四嫂 免得娘总是叨叨你 哪壶不开提哪壶 吴四郎哼哼一嘴 瞬间安静了不少 惊吓加快了步伐 又靠近了陆毅一些 轻声问道 你为何要来参加奇巧节呀 这不是你的性格呀 惊吓了解陆毅 他向来不喜欢凑热闹 怎么可能会无缘无故带着自己来凑这份热闹呢 奇巧节是司马家组织的 陆毅没有多言 只是简单明了地回复了这样的一句话 原来如此 你怎么不早告诉我 我应该扮成小姐 上台与米儿一同表演才对 这司马家花费这么多银两组织奇巧节 定是不安好心 你确定你上台能表演 陆毅一副不相信的表情 今下送给她的刺绣荷包 她至今戴在身上 那个水瓶的刺绣还要上台表演 岂不是一笑大方 你别小瞧我 虽然我刺绣不行 但是我其他方面还是挺厉害的 今下笑嘻嘻嘻得道 是吗 那改日夫人让我见识一下 陆毅嘴角含笑 不忘调侃自己的夫人一两句 择日不如撞日 不如就今日吧 今下一副蠢蠢欲试的模样 你上台表演求什么 上台比赛的皆是未婚女子 为了祈求能够遇见好的夫君 你一个已婚之人 还是安安静静地看热闹吧 陆毅白了惊吓一眼后 便自如地坐在了看台上的椅子上 上台表演 她怎么可能会答应 思想狭隘了不是 谁说这七夕节就是为了寻得好夫君的 这七夕节是为了纪念之女的节日 民间称呼为七夕 七夕可是女子崇拜的对象 家家精彩 那是为了向七夕祈求智慧和巧意的 今下坐在了陆毅的旁边 辩解着 歪理邪说 才不是歪理邪说呢 《东京碎石录》中便是这样记载的 是你孤陋寡闻 今下倔强地自我辩解着 陆毅不理会今下的调侃 开始观察着四周的状况 笑话 她怎么可能让她去参加奇巧节比赛 让众多男人对她评头论足 她的妻子 她的美 只能她自己看到 就算是演戏 也不行 陆毅和今下分别坐在桌子的两端 一同等待着台前名门淑女们的表演 吴四郎将一叠刚果 放在了陆毅和今下的桌子上 不忘调侃自家妹妹两句道 给你 你的最爱 今下也不恼 笑呵呵 得道 还是四哥懂我 谢啦 一会我好好帮你物色一个四嫂 别胡闹 吴四郎称怒一句 便转身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陆毅看着今下翘着二郎腿 吃着干果 眼睛专注地看着台前 眼毛忽闪忽闪的 格外地俏皮可人 今下随手去取干果时 正巧看见陆毅盯着自己瞧 立刻放下了自己翘着的二郎腿 故作端庄模样 冲着陆毅黑黑傻笑两下 陆毅立刻收回了自己的目光 他这是误会 自己觉得他坐姿不雅了吗 这属实是冤枉陆毅了 此时此刻 他光顾着欣赏对面的家人了 哪里还顾得上家人的坐姿呢 陆毅 比赛开始了 你快看 米儿表妹上台了 今下指着台上的米儿 略有些兴奋 陆毅看着自己兴奋的小媳妇 不禁好奇 他怎么会一天天经历这样充沛 这么无聊的事情 怎么在他眼中依旧是这样有趣呢 哇 米儿的琴声好好听 大有鱼衣绕梁的境界 哇 米儿的画画能力也好强 活灵活现的 就像真的一般 哇 米儿刺绣居然也如此厉害 果然是彩女一枚 今下的全部注意力 都集中在台上的名门淑女之上 而陆毅呢 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自己的小娇妻身上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却不知看风景的人却在看你 大概便是这个意思吧 吴四郎看着台上表演的纯于敏 不禁感慨道 这就是别人家的妹妹 为何我家的妹妹差这么多呢 今下一听这话便不乐意 立刻凶道 我怎么差了 你说呢 吴四郎扫了一眼 路易身上佩戴的荷包 挑衅地看着自家妹妹 哼 别人家的妹妹好 你去找别人家的妹妹 以后少来烦我 今下白了一眼 吴四郎 不再搭理他 生气了 逗你完呢 吴四郎见妹妹生气 偏偏又过来哄 这对兄妹 从小到大便如此这般 恐怕这辈子都改不了了 路易静静地坐在旁边 看着今下和吴四郎之间的互动 心中竟然生起了思思的羡慕 他父母向来严厉 自己与兄长又非一母同胞 相处之中 总会带着些许的客套与疏离 不似今下和兄长这般亲近自然 比赛结束 敏儿众望所归 拔得头筹 淳于老夫人笑容满面 自己闺女争气 她在杭州夫人圈 自然也会有种扬眉吐气之自豪 这杭州不但美女多 才女更是层出不穷 站在敏儿旁边那位美人 自带英气 刚才的剑舞的甚是英姿飒爽 你觉得呢 今下看了一眼路易 真诚地问道 嗯不错 路易心不在焉地回答着 其实她并没有仔细观看 那你说说看 你喜欢台上哪种类型的女子 今下试探性地问道 这个嘛 刚才那女子的剑舞得不错 路易故意顺着今下的话道 不过 女人嘛 自己可以夸女人长得漂亮 若是自家相公话 心里多多少少都会有些不高兴的 今下也不例外 她不再说话 白了路易一眼 继续吃着干果 路易得意地笑了笑 对着今下勾了勾手指 今下虽然心中有气 但是却依旧凑了过来 等着路易的话 不过 唯有夫人 深得我心 路易暧昧一笑 今下瞬间心情大好 脸微微泛红 逐渐地热了起来